嗨各位我是剛從日本回來的景川一 要是有人問到我的第一神作是哪一部動畫的話 老實說在我心中是沒有一個唯一的答案的 鋼之鐮金術師、海賊王、Jojo、Clarnet、冰果等等等等 只要到了某一個門檻那這些都是我心中的第一名 只不過呢 如果有人真要問我最推薦什麼的話 我的答案通常會是天原突破 因為這部作品就是有直接衝上我心頭的那個力道 監督金石揚之、編劇中島一擊、機舍集成咬、人舍錦枝敦石 每一個都是一百年後可以被擺上英靈殿的名字 但是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對…普洛美亞嘛 所以現在我們就站前把重心放在即Kiru Akiru後再度合作的金石揚之還有中島一擊身上吧 普洛美亞的劇情講述在某一個人類會因為某種神秘的自體發火現象 而突然變成夜人的近未來世界 主角卡米娜 日本能自四簡一天王家佐藏林組成的特殊消防隊 開著裝甲發射冰塊打火的故事 是的…我知道 跟某我的消防學院的架構非常非常非常的像喔 但這種東西只要去追究的話肯定會沒完沒了 所以這個我們暫且還是先放著 不過話是這麼說 普洛美亞多少算是聰明的用了雙主角的設定 一個消防員加一個驗人首領來跑完這整個主線流程 有那麼一點像X戰警第一戰的前半段 這招某種程度上讓劇情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千篇一律 因為… 卡米娜那邊的主線實在是… 好猜的有點誇張啊 反派出場了你要是常看電影不到10秒 應該就能猜出來是打魔王了 首先我要說 這部影片我一開始是沒有打算要做的 因為我真的非常的不喜歡抓著一部作品 其實應該只有我比較care的缺陷然後抱怨個不停喔 只是我又想 我能認真地來聊聊我對這兩個人的熱愛的機會 大概也就只有這一次了 所以就還是弄了這樣 從當初的天原突破到後來的Kiru Akiru 金石中島的動畫最常被人稱讚的地方 100%絕對就是燃 而他們到底又是如何創造出這個燃的呢? 一架比一架大台的機器人 強大到能夠一張白顆星球給拍出的大魔王 還是不管37、21就給你下澤野洪之的音樂 相信各位都聽得出來 上面這些至少對我來說 通通都不是最大的關鍵 這裡就要來講一下我自己在天原突破裡面 最最最最喜歡的一個場景了 大紅連團全員被關進平行宇宙的迷宮的時候 西蒙還在跟卡米娜幹著偷雞摸狗的勾當 被抓包了就磕頭道歉就好了 反正不差那兩下 像這樣低著頭 別總想著拿這顆鑽頭突破天際 雖然日子過得苟且了一些 但這樣過活不是最簡單最輕鬆的嗎? 另一邊呢 楊子澤看到了 如果他不走上現在這條道路的話 能夠有的好幾種人生的選擇 事業有成萬人崇拜 甚至是得到幸福什麼都可以 那到底為什麼他偏偏還是要選擇回到這個地方來? 只是 當然 不管途中會落下多少東西 人類無論如何就是會想辦法向上邁進 這就是生命的本能 地球上的第一道螺旋形成了DNA 誕生了生命 並且開創了無窮無盡的可能性 螺旋就是生命 生命就是可能性 可能性就是鑽頭 或者另一邊我們講到KIRU LA KIRU 這個標題是一個雙關 KIRU KA KIRARERU KA 斬還是被斬 這個是字面上的意思 但是它的諧音意 KIRU KA KIRARERU KA 穿還是被穿 才是內藏在故事里層 主創他們真的想要去討論的議題 我們人穿著制服上學的時候是學生 穿著西裝上班的時候是上班族 穿著禮服的時候是人夫人妻 並且之後很有可能也會變成人婦人母 只是 你有沒有曾經想過 這些服裝到底是你自主選擇披上去的 還是你只是照著這個社會的期待 順著既定的流程 把身體給塞進那套衣服裡面 尋求一個 我跟大家都一樣的安心感而已呢 穿 還是 被穿 很多人很愛講 堪然做的時候不要記上細節 腦袋關掉爽到就好 這個大概是我這輩子聽過 千三名欠編的話哦 天人突破跟 金石揚之跟中島一集 為什麼他們能夠燒起來的火焰沸騰的熱血 就是如此的與眾不同人人稱讚 就是因為有上面我講的那些安靜 把心沉下來讓我們去思考的場景 然後等到一切都醃酿好了 再一次把情緒全部給釋放出來時的那個火焰 才是100%完全燃燒的火焰啊 所以各位大概知道我前面想說的那個答案是什麼了 他們兩個的作品之所以能夠讓觀眾熱血沸騰到這個檔次 其實意外的正是因為他們有那個耐心去雕塑那些最不染最冷靜的部分 並且那些世界觀的設定 未解的謎團所有角色的心境 到最後一定會跟劇情背後想傳達的訊息全部連貫起來 一氣呵成然後再一路馬力全開衝到終點 沒有任何一絲浪費的設定 所有要素都是非常驚人的自洽性 但是這偏偏是普羅梅亞唯一錯失的東西 有趣的世界觀有趣的畫面有趣的角色 連哲也紅之都有了 什麼都不差卻偏偏差了能夠把這些東西全部綁在一起的中心軸 更慘的是在這之上 他們又找了舊的身耀來配的基本一樣的角色 KLK的本能自四天王雖然一個戰錯陣營 但全部都是跟原本差不了多少的角色 只是戲分更少更沒特色而已 主角的配音以眼人的標準來說無可挑剔 但是很明顯這個角色完全就是卡米娜的複製品 你們可以聽出來我一次都沒有叫她在本作裡面的名字 看到一半我真的是都會開始出現小西克信的幻聽了 而且好笑的是小西克信真的有在這部電影裡面 對不起但我是真的會一直忍不住想像松山 會不會在阿弗雷克的時候請教小西克信說 不好意思你當時在配卡米娜是什麼感覺啊 對不起我誠心真的不想亂做一些不負責任的假設 但普洛妹仔實在是太像一部用山山出來的電影 丟幾個舊角色進去 然後改一些砍一些東西 世界觀那些太複雜講不完的也是全部砍掉 就連反派的計劃也是方舟大紅蓮的閹割版 結果出來還好劇情整體上是流暢的 所以依舊是一部品質非常上成的電影 如果你不跟我一樣雞蛋裡挑骨頭 特別拿它去跟前面那幾部動畫比的話 它本身確實是不錯的 特別是那個夏日大作戰感非常強的畫面風格 看起來的確是非常新鮮 然後澤野紅之就正常發揮 很然很搶戲這樣 只是看完普洛妹仔 我真的最大的感想 除了萬喜還是萬喜 因為他為了把自己塞進一部普通好看的電影的框架之中 而隱生生的放棄了他本來應該有的可能性 如果今天普洛妹仔是一部24集的動畫 那我絕對願意相信他能夠再造一部熱血經典 不是隨便看個爽就好的一部 有引人深思空間的經典 那些驗人最初我們看到的是 一個人被壓抑了許久的怨氣爆發出來的結果 最後理由也說了 只要讓普洛妹仔他們燒個痛快的話 地球就不會爆炸了 就連反派他也算是一個壓抑忍耐不顯露本性 因為沒耐心就差點把地球給整個炸掉的角色 這...這些東西 不管你覺得蠢不蠢 照理來說都是可以串起來的 現代社會的壓抑 壓力的累積 被壓抑的聲音累積到靈界值後爆發產生的後果 全部都可以 但不管怎麼樣 成果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到最後還是得再三聲明啊 普洛妹仔是一部好電影 因為還是一句老話 你大爺終究還是你大爺 很屌的打鬥畫面 算是聰明的雙主角設定 很香的小清水雅美加佐蒼玲英的姊妹洞 然後還有戒雅人 戒雅人真的是...就有這個角色 特別是到後面他開機甲 還硬要瘋狂解釋那些毀滅武器的功能的部分 真的是...刻意的太有喜感了 如果滿分是100分 那本作最低一定還是有80分剛好的水準 我今天會看出來感到這麼的難過 完全是因為我就是一個 把天人突破 Kiru Akiru看太多次的死肥宅 所以我不滿是一回事 電影本身的高品質是不會變的 唉...好吧 我是尹川一 下週我們來講我靠人的小馬上 再看影片的電影天氣之子 我們下部影片見 Nya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